我是佐拉 我住在台湾的花东纵谷中间 这里是瑞穗香瑞美村 现在看到的是中央山脉 今天是2022年7月5日 早上起来 我找出隐形眼镜 车顶上绑上冲浪板 开车出门 今天约了赵浩云去机器浴场冲浪 不过在找赵浩云之前 先去干妈家吃早餐 干妈今天做的早餐是小卷冬粉汤 微咸微辣 美味可口 早餐完毕 然后送干妈去东海泛舟公司上班 是一块冰 用来放在保温箱里 帮助其他饮料和食物降温 我们今天去哪里玩 去集齐冲浪 对 刚才我来找你之前 我自己拍的段很特别的素材 我有两块冲浪板 不过很多年没去冲浪了 一是因为照顾小孩 而是因为没有办 陪我去冲浪 浩云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 他曾经在海上 不是上海哦 是海上工作了一年 现在在东华大学读研究所 他来陪我冲浪 你看他还能帮我拍一些车类镜头 可是YouTube上也有一些那个啊 就是 免费的音乐 对啊 从花莲瑞士乡到极其海水浴场 要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需要往北先开到光复乡 翻越海拔一千米的海岸山脉 到达封冰乡的海岸公路后 再往北开十公里左右 海岸公路风景非常漂亮 左边是海岸山脉 右边就是太平洋 著名的全球第二大洋流 黑潮就在旁边 是一股北上的暖流 带来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 机器到了 到达机器浴场之后 我们换好衣服 蛮心欢喜的把冲浪板塞过围栏 想说 等一下就不抱着冲浪板 要一大圈再上海滩 知道知道 我们要去找门票 可以冲浪的地方呀 小孩出生就没来过 小孩出生就没来过 可能有真的四五年了吧 不对啊 可能两三年这样子啊 诶 真的搞得不像是一个 还很厉害耶 结果工作人员说 这里改成餐厅了 不能冲浪了 我们只好改去北侧的 极其社区的海滩 极其社区的母子海岸 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到海边咯 换一个地方 看看我去哪里 这个呢 画面超漂亮的 什么呢 这期着开的家庭 那么早上 这地方就不许说 有 필尽 它的花心 是不是 你们 지금 priests 走吧 快开的家庭 突然说 这是第一次度 过最后 长空 Vermel 也让它说 tät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海滩由于有黑潮的缘故 海水会带走沙子 有些季节有细沙 有些季节没有 激奇社区旁边的山上 有人提供滑翔散体验服务 这位就是赵浩云 从一拍上面吧 滑着滑水滑沙子 滑沙子 对 好 一 双手 二 站起来 不对 一 二 撑起来 好 对 好 多练几遍你就流畅了 它不重 所以尽量不要靠近它 你尽量靠近 这白浪和那个没白浪之间 呼 呼 先热身一下吧 我怕我怕你等一下体力 体力出问题 把每块肌肉都用上去看看 按照先看我玩一次 好 把每块肌肉接出来 冲浪需要观察海浪的特点 不同节奏的浪之间会有致命的离岸流 要避开 可能有人不知道冲浪玩的是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 浪是因为海水受潮汐影响上下抖动 会撞击海滩底下的陆地形成浪 海滩越平缓 越有绵强的浪 能更好更快的把人推回岸 冲浪的人 需要先趴在冲浪板上 游到离岸比较远的地方 要经受几个浪的冲击后 再掉头朝海岸游回去 有一定的速度后 身后的大浪会把冲浪板加速 这个时候可以迅速地站起来 站在冲浪板上就可以控制方向 玩出花样了 不站起来也行 大浪就加速把人和板送回岸 回程比去程轻松多了 不行 游不过去 我以为会冲到海这边 冲到沙滩这边来 我先玩了一次 发现浪框不佳 浪小而短 而且沿岸流会把我往北边推 上岸的地方和下水的地方 偏移了20米左右 我们不冲浪了 该为游泳和玩雪狗 在沙滩上 坐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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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坐下坐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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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